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5G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5G快闪,闪电般的下载速度 2.5G骑士,数据战场的无限斗士 3.5G秘境探险,探索未知的网络世界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5G快闪,闪电般的下载速度 各位亲爱的网速追寻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你的手机像被闪电机中一样快的技术,5G 是的,我们谈的是那个让你的下载速度快到 可以在眨眼间完成一部电影下载的神奇科技 首先,让我们回到过去 当时的3G像是一匹老牛 慢悠悠地载住数据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 然后,4G LTE出现了 这就像是换上了一匹赛马,速度快了不少 但是在今天,5G的出现简直就是把数据装上了火箭 直接送上了信息的外太空 5G,或者说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它的速度之快,峰值理论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0G比特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这速度快到让人怀疑 是不是手机里藏了个小心闪电侠在帮忙 但是,这种速度不仅仅是为了 让你更快递刷社交媒体或者观看视频 5G的真正魔力在于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想象一下,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及时交换交通信息 医生可以进行远程手术 而智慧城市能够实施管理交通和能源系统 这一切都得以于5G那令人折舍的低延迟和高可靠性 当然,这种速度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比如说,你的手机电池可能会告诉你 主人,我也想要闪电般的充电速度啊 或者是你的数据套餐可能会在你沉浸在超高速的互联网体验中时 悄悄地耗尽 而且,要实现这种速度 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基站 因为5G使用的高频波段信号覆盖范围较小 这就像是,你需要更多的闪电塔来保持整个城市的闪电网络运行 总之,5G快闪的下载速度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它将开启一个新的数字时代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和互联 但在享受这种速度的同时,也别忘了偶尔放慢脚步 欣赏一下现实世界的美好 毕竟,不是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需要快速下再来体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5G骑士,数据战场的无限斗士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 5G骑士,数据战场的无限斗士 这个标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中世纪的传奇故事 但我保证,这些骑士们的马凳可是装出最新型的无限技术 它们的长矛是能够在空中传送数据的高频波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5G是什么 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G2G,3G,4G之后的新一代无限通信技术 它的特点是高速度,低延迟和大连接 想象一下,如果4G是一匹快马,那么5G就是一辆超级跑车 速度快到可以在你眨眼间下载整部电影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5G骑士 这些骑士,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他们穿梭在无限频谱的战场上 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来抢夺频谱资源 建立起一个个5G网络的堡垒 这场战斗并不是用剑和盾,而是用专利和技术 这些骑士们必须面对的敌人包括信号干扰 数据拥堵和能源效率等问题 他们的武器是高频波、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 他们的战马则是由无数的基站、卫星和物联网设备组成 有趣的是,这些5G骑士还得和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法律专家组成联盟 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政策和法规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行动 确保5G技术能够公平且安全地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 而这场战斗的结果呢,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远程手术,从智慧城市到虚拟现实 5G技术将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些5G骑士正在创造未来 而我们每个人都将是这场战斗的受益者 所以,下次当你的手机在几秒钟内下载完一个大型档案 或者你在家中享受高清无延迟的视频通话时,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在数据战场上英勇奋斗的无限斗士 5G骑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5G秘境探险 探索未知的网络世界 各位网络探险家,准备好您的数位背包了吗? 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刺激的5G秘境探险 探索这个未知且充满奇幻的网络世界 请警示您的数据安全带 因为我们即将启程 首先,让我们来到超高速峡谷 在这里,数据流动如同瀑布一般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腾而下 5G的速度比4G快上许多 就像是从骑脚踏车升级到开赛车一样 但别担心,您不需要驾照来驾驭这股速度 只需要一个支持5G的智能设备 接着,我们会经过低延迟湖 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到几乎零延迟的通讯乐趣 这意味着您在玩线上游戏时 可以在对手还在等待他们的攻击指令被执行时 已经轻松地完成了一个华丽的反击 这里的水面平静无波 反映出5G网络的稳定性 但是,探险从来不是没有挑战的 在频谱密林中,我们将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何在有线的无线电频谱中 找到足够的空间来传送所有这些高速数据 这就像是在一个拥挤的5池中 找到自己的舞蹈空间一样 幸运的是,5G技术使用了更高的频段 就像是在5池的上 层开了一个专属VIP区域 当然,我们的探险也会带我们到物联网之谷 在这里,万物互联,从智能冰箱到自驾车 所有的设备都在交流住彼此的数据 这就像是一个无线的社交派对 每个设备都在分享自己的最新动态和信息 最后,我们将到达创新高地 这里是5G技术真正发挥其创新潜力的地方 在这片土地上,新的应用和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远程一聊到虚拟现实 5G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可能性世界 在这次5G秘境探险中 我们不仅见证了技术的奇迹 还体验了未来通讯的无线可能 但记住,这只是个开始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个秘境还有更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 所以,保持好奇心 更新您的数位装备 准备好迎接下一次的冒险吧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5G技术的快速下载 无线通信战士和未知网络世界等方面 5G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下载速度和通信体验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无论是快速下载的快感 无线通信战士的阴影奋斗 还是未知网络世界的神秘探险 5G技术都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作为观众 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与我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